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我們這一集看大陸方面的資訊, 今集就和大家講下網紅的事和收入方面的問題。 懸富式網紅,我想大家一定有聽過的, 無論在YouTube又或者大陸都有不少這一類懸富式網紅。 但現在大陸竟然嚴打這類網紅, 有不少這一類懸富式網紅, 竟然突然被大陸封禁了他的社交媒體帳號即直接封號。 根據大陸紅星新聞, 新西晚報還有大陸各大社交平台在15號公布嚴打懸富拜金之後, 大陸的網紅圈在21號的夜晚出現一個大地震。 好多個百萬級的網紅遭到全網封號禁言, 包括黃紅拳聲、鮑魚姐姐、柏公子。 這些網紅全部有一個共通點, 就是他們很頻密去展示自己極為奢侈的生活方式。 根據公開資訊顯示, 黃紅拳聲本名黃紅泉的抖音帳號有437.4萬, 他的帳號顯示說他違反相關規定被封禁, 而他的微博、小紅書帳號都被消失。 而根據企業查詢平台天眼查所顯示, 黃紅全名下一共關聯了4間公司, 主要就涉及珠寶, 疲據、文化等等領域也有不少人說他, 藉著懸富直播,在帶貨、割韭菜。 在社交平台上, 這個黃紅拳聲所展現出來的富豪生活是超出平民想像的, 他曾經展示給大家看整間屋都是名牌袋, 而且有各式各樣的帝王綠、翡翠珠寶, 出入奢侈品牌《鐘聲拱月》, 而且更加參加國內外各大拍賣行的拍賣, 而且從不手軟。 黃紅拳聲曾經在他採訪中提到, 他全身的項頭如果沒有8位數, 即是沒有過千萬的話, 他不會出門, 他說每日出門口的情況就是, 如果沒有8位數, 自己肯定不得。 而這個人還提到, 他在北京星河灣社區有7個豪宅, 最大一間, 是有1萬呎大, 不過他嫌棄間屋的位置遮擋陽光, 所以空置了。 而除了他之外, 還有另一個原副式網紅, 叫鮑魚姐姐, 抖音有230萬粉絲, 被抖音禁言, 小紅書就查無此人。 網友描述, 這個鮑魚姐, 是廣東的豪門闊太, 憑著他的魅力, 在社交媒體上斬路頭角, 一三某豪宅, 而且擁有整腹的帝王綠翠, 手上帶滿金銀珠寶, 還說自己家裏走花園, 走到中間還要休息一休息, 而且這個人平時高調, 經常跟網友分享大牌的珠寶, 所以網友跟他標籤就是有錢, 暴發戶, 穿金帶銀真正的土豪。 而另一個網紅, 叫柏公子, 他抖音粉絲有300萬, 亦都被抖音禁言, 禁止關注, 小紅書也查無此人。 而這位仁兄, 他是喜歡展示他所買的奢侈品, 豪車, 名牌服裝, 而且日常生活著很多名牌, 拿著保時捷911, 25歲生日時, 還跟自己訂購了一架盧斯萊斯, 而這架車都要差不多700幾百萬, 而這些懸富網紅, 全部一夜間被消失。 當然啦, 很多網友都大叫好, 認為現在這些時勢, 你們在懸富不合邏輯, 做網路肯定為了挖韭菜, 真正有錢人不可能那麼高調, 不怕被綁架嗎? 說真, 真正有錢人, 他疑得你不好知道他是有錢人, 你穿到整身裝備那樣, 死方人不知你有錢, 你身上穿的東西透過鏡頭來看, 其實不知你真還是假, 可能你整身假東西都無人知, 因為查不到, 而且人家亦都無可能跟你做一個檢查。 多數這些網紅在懸富, 其實我自己看啦, 割韭菜啦, 不割你怎麼賺錢呀, 所有事肯定有目的的。 還有最重要一點, 你現在這麼多窮人, 見到這班有錢人在浪費命, 你不生氣, 你不想打獲他, 你這班有錢人的錢哪裏來的, 不又是割下面那些韭菜來的, 所以不能夠被那些韭菜, 知道上面割他的人過近一些這樣的生活的, 甚至乎你這班人都不是割人韭菜的, 你假裝出來的, 那些東西全部租的, 假裝的, 曾經試過有人已經沒有錢的了, 然後他用剩下的錢, 租我的勞斯萊斯, 日日在勞斯萊斯裏面, 在講一些經濟呀, 或者經營上的東西, 怎知講下講下, 他便做起了, 後來真正賺到錢之後, 買一架真正的勞斯萊斯, 然後再跟網友說, 是呀, 我之前靠吹的, 靠把口做起的, 現在自己買一架勞斯萊斯, 你吹咩, 是有這些人存在的, 那看完另一個資訊, 看完這個資訊, 我想你們應該知道為何要打擊這些原副網紅了, 根據澎派新聞的報道, 在西部某些地方性質的銀行經理, 趙佳在五月中, 拿到一個月的工資, 底薪再加上職效獎金, 再購買五險一金, 到手是不足一千元, 上個月的話, 這個數字是二千多, 再之前, 他人工是可以過萬的, 根據數據顯示, 在2023年, 42間A股上市銀行裏面, 一共有14間上市銀行, 人均人工是下降, 最大幅度是去到13.45%, 而大陸媒體第一財經4月時有報道, 平安銀行高管降薪幅度超過四成, 招商銀行、民生銀行高管降薪幅度超過三成, 自從2023年以來, 大陸很多銀行都有一個降薪潮, 而且銀行降薪這幾個字, 直接在網路上的點擊率是過百萬次的, 更加有望有講, 他經歷過兩次的銀行降薪潮, 人工由八千元降到四千元, 不單止這樣, 好多間上市公司, 甚至乎是反向追人工, 問你死未? 去到今年的三月底, 至少七間上市公司, 揭露出追討去年的職效獎金, 追回金額接近5280萬, 因為人工不好, 報導講道, 他訪問了一個去年畢業的人, 他選擇離開金融圈, 雖然離職前, 他的頭銜是客戶經理, 但他是無資源的新進員工, 是令到放貸非常困難, 打工打了九個月, 人工二千元, 你沒聽錯, 人工二千元, 在銀行做, 這個人工, 分分鐘你送外賣更多多多聲, 搞那麼多東西, 讀那麼多書, 竟然那個人工是低到可憐的, 現在這位人興決定, 考公務員, 希望入到體制內, 拿到事業機關和公家機關的淫用支架, 不過一個叫趙佳的人, 選擇繼續在金融業打拼, 就算未來人工進一步下降, 但這個是穩定又好看的工作, 那這些就是蠢咯, 為甚麼蠢咯, 面子當飯吃咯, 你生活過得好, 這次還要咯, 你份工, 體面你給誰看呀? 哦, 你去過那些同學聚會, 可能一年才一兩次跟人講, 我在銀行做客戶經理, 我是經理, 有鬼用咯, 賺兩千元的經理, 就是為了一年一兩次去滿足你的虛榮心, 那不如你去做外賣, 可能你跑出來, 一個月六千到一萬, 做人實際少少, 這些這樣虛名的東西, 就不要想啦, 其實大陸或華人圈, 是好容易被這些東西去蒙蔽了雙眼的, 好多人人工低, 但是他的職位好把炮的, 咯咯經理, 咯咯總監, 但人工好低, 只是能夠在過年過節回家的時候威一下, 或者同學聚會的時候威一下, 咯無用咯其實, 你實際的餡是窮是無錢咯, 即是我們不應該去去求這些虛名, 我們實際少少, 努力賺錢。 而這一位的趙佳, 他說他人工降了九成, 他說平時是坐慣的士的, 現在坐巴士, 跟去年比銀行的用餐補貼的福利都下降了, 那看完這一個新聞, 金融業人工都低到這樣, 兩千元, 問你死未? 咯你明白為何大陸要封這一派, 原副式的網紅咯, 喂, 大佬, 你的錢哪裏來的? 你日日在那樣原副, 人家有樣學樣地學你, 咯怎說咯? 咯如果, 人家看完你原副生氣, 去找人出氣, 咯好大鑊, 大陸不會被這些事發生的, 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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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聲封鬼了你, 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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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封得你, 不會是臨時起義的, 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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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, 咯, 咪, 咇�, 咯, 咯, �t, 咯, 他們就不會在想自己為何賺到那麼少錢, 為何這群土豪每天穿金帶額, 為何可以住大屋,為何自己連樓, 連首期都給不起呀。 還有,其實在大陸方面, 我聽到有一個消息, 但我不知道真還是假, 在我自己的圈子裏面在傳聞, 他就說未來可能在大陸的這些社交媒體, 即是抖音、快手, 可能是會限制你在直播裏面這個打上的幅度和限度, 即是說你不能夠像以前那樣無上限的課金下去支持你的主播, 可能大陸方面覺得限制了你的課金, 你的錢就不會亂用了, 這樣你就可以有多點錢去消費、去買樓, 就不要擺那麼多錢在這些虛擬經濟上面。 他有這樣的想法,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, 因為很多人其實好不理智, 為什麼這麼不理智呀? 有錢就貨咯, 喜歡那個女仔就貨咯, 喜歡那個男仔就貨咯, 貨到傾家蕩產咯, 偷錢、借錢、 規空公款都要貨金貨下去打賞的, 這些不是一個好現象來的, 這些是害死人的, 甚至乎這些這樣的網紅主播是引導你貨金的, 這一種人他只是掛著錢落他的袋是不會理你的, 那當然啦, 他自私自利, 摸口非的, 人當然為自己, 但是有好多人是一時之間, 那個老是思考不到按摩制的, 你想一下, 在網路上面, 他手機面前跟你講, 什麼什麼大哥、什麼什麼大姐, 多謝綁一大哥、 多謝綁一大姐, 然後就會這樣沖錢沖下去的啦, 所以他限制了的話, 我認為是一個好事來的, 至於這個消息真不真確, 我確定不了, 大家自行判斷啦,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那大家有什麼想講呢, 下邊留個言,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啦,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